觀眾朋友 今天說兩件國際間非常重大的事情 一件是好事 一件就是讓人家非常頭痛的事情 好事是什麼呢 昨天中國跟印度呢 終於達成協議 兩邊 兩國正式同時撤軍 兩個多月來 中國跟印度為了邊界的這個問題呢 爭執不休 一再的徵兵 然後我們在網路上就看到 竟然有那個阿彬哥 那主要是說 大家其實那個歷史仇恨結得太深 可是呢 如果真的開火的話呢 那個真的會一發不可收拾 之前已經發生過一次這個所謂的中印的邊境戰爭 可是這兩個月來 大家很擔心說 會不會有第二次的中印邊境戰爭的發生 不過昨天達成協議 兩邊撤軍 可是這代表說 邊際的爭執呢 已經完全結束了嗎 恐怕也沒有辦法這麼樂觀 但是另外一個讓人家更悲觀 更頭痛的事情 是 今天早上五點五十八分的時候 北韓射了一枚飛彈 直接穿過日本的領空 到日本海去墜落 這個時候呢 日本緊急發布 所謂的空襲警報 發布高度的警戒 包括叫大家趕快去找一個兼顧的一個遮蔽體 可以去避難 另外呢 包括許多的交通呢 也都暫時的停止 南韓的反應更加的強烈 他們派出四架的F15戰鬥機 投下了在邊境 當然是在自己的國土境內 邊境投下了八枚的炸彈 說 如果北韓你敢輕舉妄動的話呢 那我絕對有能力摧毀你北韓 東北亞戰雲密布會不會一觸即發 今天來談這兩個題目 介紹五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支韓文化協會的執行長 主理席 主哥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輔大日本研究中心的主任 何思勝 何老師 各位觀眾晚安 彈大國際事務與戰略所的教授 翁明賢 翁老師 大家晚安 台師大國際與喬教學院的副教授 楊聰榮 楊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軍情與航空晚戰的主編 施小偉 信聰好 各位觀眾晚安 來看看 北韓金正恩到底是在想什麼 一載的導彈 一載的去測試別人的底線 測試的結果是讓自己可以再有所謂的發展的空間 還是一再地壓縮自己 今天早上又射了一枚飛彈 可是呢 讓日本 讓韓國感受到空前無比的重大威脅 日本NHK的承接新聞才播播到一半 畫面隨即轉成北韓發射飛彈的警告訊息 提醒北海道 東北地區與關東等地的民眾 儘速進入堅固的建築物內避難 同時部署在防衛省等地的愛國者三型飛彈 也迅速展開 這次的飛彈是在台灣時間4點58分左右 從北韓平壤市順安朝著日本東北地區的方向發射 日本首相關點也緊急召開臨時會議 北韓飛彈在5點6分左右從北海道上空通過 飛往太平洋方向 隨後分離成三個部分 在12分左右 著落在北海道經商甲以東 約1180公里的太平洋中 這是北韓飛彈第三次通過日本國土上方 過去曾經在1998年8月跟2009年4月 也曾經通過日本的東北地區上空 飛彈距離是約2700公里 最高高度是約550公里 推定 首先是12号或是怎樣的確認 12号或是怎樣的確認 前回的預告よりも全都比較小 短了 車距離也短 時間也短 這次的飛彈路徑讓日本官方相當不滿 認為北韓已經嚴重威脅到國土國民的安危 安倍首相也在當地九點半左右 與美國總統川普舉行電話會談四十分鐘 表示將會聯合美韓各國 儘速召開聯合國安理會 對於北韓再次違反安理會決議的行動 也擬應對方式 並且敦促中二要協助強化對北韓的施壓 記者陳氏那麼倒 不過來看看這一張示意圖就很清楚 今天早上五點五十八分的時候 北韓在平朗順安這個地方 發射了一名飛彈 那這個飛彈的型號 可能還要再做最後的確認 不過看起來是一個中長程的洲際飛彈 那據北韓表示 這個是可以攜帶核子彈頭的 那如果這兩個訊息的話 那就夠嗆了 然後中長程至少達到關島 甚至再打遠一點到美國本土 有沒有可能這是一個 第二個如果今天他設的是攜帶核子彈頭的話 那怎麼辦 他其實就是要證實說 你不要再惹我 惹我的話 我就能力讓全世界同時毀滅 我們來看看 從平朗順安呢 穿過日本的領空 然後呢 再距離北海道 這個應該叫金賞峽 那一千一百八十公里的外海這邊呢 墜落 也就是說 他如果可以打到這邊 他當然可以打這邊嗎 這是當然沒有錯 這很清楚嗎 其實以目前北韓彈道飛彈的實力來講 他其實日本全境 早就已經在他的攻擊範圍之內 只是看說今天有沒有像這麼具象的這個 飛彈飛過去 就像902年台海飛彈危機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枚飛彈 那個大陸的那個飛彈 東風十五直接射到那個 那個基隆外海 基隆外海那枚落彈 其實基本上是有通過我們台灣的上空的 所以就是說 在當時中國大陸也就藉由這樣一個方式 展示他的實力 他的武力投射範圍已經到了台灣的全境 其實今天北韓這樣做也是一樣 因為北韓他之前射了好幾次 不管是射這個北極星 或是射那個像那個火星12 那個等等 這類的這個彈道飛彈 他之前射火星 那個火星的飛彈 他是展示他的這個最大彈高能力 就打到大概 差不多三千三 或甚至於三千 三千七三千八 這樣一個高度 那這一次這個飛彈 他的這個高度 剛剛那個何老師說 軌道那個 最大高度比較小 大概五百多公里 但是射程 其實也已經到達那個日本的那個 北海道外海 大概一千兩百公里 一千兩百公里 再加上你看 整個日本海的距離 也就是說他打出這枚飛彈 絕對是一枚中層飛彈 也就是說至少是那個 北極星2 或是無水端 或者說是這兩種飛彈 以上的這個飛彈 那下回我請教你 那對日本來講 你有朋友已經收到 所謂的避難的訊息 對對對 他早上六點零二分的時候 就收到 然後也聽到了空襲警報 等一下五點五十八分發射 你的朋友在六點零二分的手機 就收到避難的時候 對就收到訊號 對然後六六月 那個六點十四分的時候 又收到一次 他一共收到兩次 但他說他在那個Facebook 跟我說因為我那朋友 是北海道電視台的記者 他說他說 但我們能怎麼辦 我們什麼都做不了啊 我們waken do nothing 對我們只能待在家裡面 什麼都做不了 那段話其實充分 反現出他一個無力感 就是說面對北韓這樣一個彈道 飛彈的威脅 他所展示出的這個無力感 不過何老師我請教你 站在日本民眾的觀點來看 那北韓一天機 三天堂半天也在射飛彈 這一次的射飛彈 為什麼對日本造成空前的威脅 事實上這個北韓的飛彈 這個進入到日本的領空 這不是第一次啦 是第五次 不過這以前基本上這個 他們都是那個發射火箭 然後會進入到日本的領空 但他這一次事實上跟上個月的月底 他那次這個半夜試射 不太一樣 就是上一次 基本上他過去 北韓的一個飛彈試射都是 都是用高仰角 是 換言之就是他打的高度 基本上都在三千以上 那所以那個七月 七月底那一次的話 基本上打到三千七 他這一次的話 基本上他只有五百五 所以他整個彈道 他飛行的這樣的一個樣態 看起來的話 基本上像一顆 這個就是要對敵攻擊的 這樣的一個飛彈 所以日本他會非常的緊張 因為他不知道這顆飛彈 基本上是不是 是不是把他設定為目標 以及剛剛你所講的 他攜帶的這個 這個到底是一個空包彈 或者是這個 他是一個實彈 或者甚至於他裡面 這攜帶的是他已經實驗成功的 已經可以裝載在這個彈頭上 裡面的這樣核武 所以日本當然他會啟動 他的這樣的一個緊急的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避難措施 所以對日本來講 這是第一次充分感受到他的國土 很可能遭受到攻擊的威脅 對 但是剛剛講的那個 校尾兄講就是說 日本他這次沒有這個啟動 這個去攔截 不過今天事實上 日本的那個 他內閣這個已經有發表 這個這個一個這個聲明 就是說如果下一次還有類似的 這樣的一個一個飛彈 基本上日本是有攔截能力的 因為日本有這個 他有神盾 他神盾 那個基本上這個他 他可以在這個他飛彈 他發射的時候 在上升坡的時候 在上升的這個這個這個階段 基本上去迎擊他 只不過說日本過去 他對於一個目標 不是為日本這個作為一個攻擊 對象的一個飛彈的話 他過去在法令上 基本上可不可以去攔截 他這個是有疑義 但是在現在已經沒有疑義了 他現在可以可以攔截 2009年的時候 北韓也設了一顆 也是越過日本的領空 也是調到這個所謂的日本右邊的外海 那時候就沒辦法 這次比較會經濟到處 那個時候他基本上 他設的這個羊角是很高的 那換言論 那個是一個那個在 而且那個時候沒有核彈頭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從那個去年 那個透過北韓中央 那個中 中央那個通 就北韓的那個官媒 他那時候不是那個金正恩 跑去視察核武工廠 然後有一顆閃亮的那個disco ball 對不對 那個西方核武專家 稱那個disco ball 展示給大家看的時候 在沒有那個東西之前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你今天要能夠從一般的正常 他其實也的確事前也成功的進行核氏爆 但是我們知道以核彈來說 你說今天以這個美國大學生實際來講 他做一個這個桌子 這麼大的那個原理彈 他做到 但是如果要能夠做成像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照片上 那樣一個那麼球大小的那個 那個核彈 雖然說你可以看到那個核彈 當然他體積如果跟現在一般的那種 那種西方的 不管俄羅斯或那個美國的 那種這個核彈 那個彈道飛彈的 那個核彈頭來相比的話 他其實還是大 但是對他來說 他不需要像美國的這個彈道飛彈 一顆飛彈上綁十一個彈頭 他只要一個 然後一個能丟出去 然後能夠確定造成那個 他想要達到的效果 對他來說就成功了 ok 所以零九年那一次 第一個呢 就是說那個時候 大家不認為北韓有攜帶核彈頭的 這個能力 第二個是呢 他發射的時候呢 仰角是很直的 所以他射的高度是很高的 所以對很多人來講 你這個作秀而已 宣誓他搖不擁威而已 可是這一次不一樣 這一次他彈道的高度 看起來如果他真的想打日本 這一次是真的可以直接攻擊日本的國土 另外一個回過頭來 朱老師 金針珍是在想什麼 創這套是要創什麼 大家都一般都說 他是要逼美國上談判桌 這大家都知道 那我從另外角度看 就是說反而是因為檯面下的談判 那個交易的條件沒有談好 那麼他不斷的這樣子挑釁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認為 北韓有可能用這樣的 不斷的試射 在做他飛彈的行銷的廣告 例如說巴基斯坦 伊朗 都很希望跟北韓買 那麼他一而再 再而三 那麼射得更遠 他是在武器展示 對 就是行銷他的飛彈 那他可以賣 賣 賣 因為他現在經濟情況非常糟糕 這個礦物的出口被被制裁 被禁止 禁止出口 然後連中國都禁止他進口 那麼之外 北韓現在的物價 剛好很巧 上禮拜五 有一個日本朋友到高雄來 那麼他談了很多北韓的狀況 北韓現在經濟狀況確實受到這個經濟制裁 蠻大的影響 物價暴漲 那舉一個例子 他舉個例子 他說在中國大陸 在東北 遼寧的丹東 或是吉林省的研集 一桶柴油 一噸的柴油 大概是七百五十塊美金 一噸柴油 一噸柴油 那麼在北韓呢 一噸柴油要一千六百八美金到一千七 那個價差差不多將近差了一千塊 是 那這樣的柴油的價格都漲成這個樣子 那馬上影響到一般的物價 是 這第一個 第二個情況就是說 中國每年透過鴨綠江下面的塑油管 賣多少石油給北韓 中國最清楚 所以有這樣的講法 就是說 不排除說北韓發展飛彈幕後 其實是中國在指使 在主導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目標很清楚 就是美國在南韓部署的薩德 那他暗中支持這個北韓發展 發展飛彈 那有一個講法就是日本 每次他們調到 不管是日本海 或是日本外面的海 日本就去打撈 打撈起來之後 日本發現 北韓儘管說 宣稱說 百分之百的零件 飛彈的零件 是他自己製造 但是日本調查出來之後 發現百分之九十三是北韓 這是沒有錯 另外還有百分之七 很精密的零件 是中國製造 所以你說這個中國沒有在背後 支持北韓發展核武 我是不相信 這是甚至中國的官媒 還正式否認說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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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幫北韓發展 那個飛彈 但是實際上有中國的因素在裡面 是不可否認 不過歐老師我要請教你 就是 其實這種導彈策略 不給糖 我就導彈 我導了蛋 是不是就一定有糖 那現在國際社會 對於這件事情 似乎有一點麻木 除了今天日本跟南韓以外 就是說 你就經常這樣嘛 就是好像是老師在那邊人來了 人來了 也看準你不敢真的怎麼樣 可是這個動作 到底對於國際社會 對於北韓 未來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再來看看 今天早上五點多的時候 這樣子一個飛彈 在當地時間五點五十八分 飛行時間大概是十四分鐘 射程兩千七百公里 最高高度五百五十公里 從北韓順安發射 經過日本北部 東北的上空 調遭北海道 這個京賞峽東方 一千一百八十公里的 太平洋海面 那疑似現在大家在推 可能是火星十二型 那火星十二型是什麼資訊 還不夠清楚 但是不是真的是火星十二型 就是那顆這個之前 他威脅官邦那一個 是的 對 就是火星十二 他就說要用火星十二 射程有五千公里 這個還需要再做證實 那日本做了什麼呢 五點五十八分 發現北韓射的飛彈六點 官方 日本官方 就對東北地區的居民 包括北海道 以及非常多的地區 發布緊急避難通知 新幹線部分電車停止 安倍首相說 這是日本前所未有 最深刻的重大威脅 這會損害區域的 和平跟安全 損害在損害 對北韓是好是壞 對國際是好是壞 我想北韓 這個金正恩很聰明 他絕對不是一個飛行者 他的每個作為 都有他的一個算計 他要發射飛彈 什麼時候發射白天或是晚上 他有經過一方的一個考慮 那麼如果我們從這個國際關係的 這個嚇阻理論來看的話 你必須要達到三個C 一個就是你的能力 那麼北韓有這個能力 不管哪種型號的飛彈 他都有 第二個你要有溝通力 你要告訴對方 讓對方說你要射飛彈 你有這能力要打 第三個是所謂的可信度 就是說我說了就做得到 那麼我覺得這次的這個凌晨發射飛彈 越過日本的領空到北海到一萬一千一百八十公里 他主要是來讓美國知道說 我在八月初提到 我要用四枚火星車要打關島 那麼我沒有打關島 但是我透過打日本 透過低島鏈 來讓你知道說 我可以往南打 也可以往東打 那換一次他有這種能力 能夠貫穿的一個導彈離島 能夠到達所謂的低島鏈 那麼越過到第二島鏈的部分 因為從北韓到關島 大概三千五百公里左右 那麼如果按照今天 這個昨天凌晨 這樣的一個看的話 兩千七百公里 那五百多公里的高度 如果你把一個正常高度看的話 大概有三千五到四千左右 所以你從這角度看的話 他是在複製一個關島的一個模式 讓美國知道 這是第一點 我覺得我們應該很清楚 自己思考 那第二個 那麼他目前的一個最高的戰略思考 就在以空間來換取時間 那當然什麼叫空間換取時間 也就是說 因為美國的相關的國防部 國安單位都預估 那麼他有可能在二零一八年完成所有的核武 小型化 那麼洲際彈道飛彈 那麼中程彈道飛彈 跟轉彈道飛彈 對所有的一種配置 那麼他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他的彈頭的這個載具 如果充滿大氣層的時候 會不會因為高熱而變形 準確度會受到影響 然後他的相關的這個固態燃料 是否能夠這個及時的提供從業態到固態 各種形式的發展 那還有一種最重要就是說 今天他的發射地點是在北韓平朗的順安 那基本上就是在他首都的附近 那顯示出來說他有能力在他北韓的各個地方 不管是東北 西南南方或是他的平朗 他可以發射任何的飛彈去打擊任何的國家 包括美日 還有這個美國 這樣的一個部分 所以從小就開始的話 那麼他這樣的一個示威 基本上就是他瞭解到說 美國對他壓力越來越大 那在中東以下 他必須要趕快進行各種不同的測試 來累積到能量 所以所以如果透過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那麼後續他還會再做 那麼有可能這個九月三號 他們的這個光復節 國慶日 是沒有可能再進行所謂的 第六次的這個核子事報 因為在二零一六年的九月三號 他進行第五次的核子事報 所以美國在觀察這個部分 那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 北韓的任何的作為 基本上他他一方面去測試日本 跟這個南韓的一種反應 那一方面也讓美國知道他的一個底線 他主要準備了 所以所以如果從這樣的一個空間 換取時間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他還有幾點的一個重要的 一個這個思考 第一個就是擴大爭議的各方 除了美國之外 那麼也把日本南韓都拉進來 讓你知道說你們 你們絕對不可能自身事外 因為有段時間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好像美國出面在處理這個北韓問題 那麼藉由中國的力量 來來來這個壓迫 這個北韓要要收斂 那麼也透過聯合國安理會的這個決議案來進行各種方面的制裁 但是都沒有效果 那麼摩洛基督這個北韓 南韓跟這個日本的民眾 然後在這一兩年這樣的一個長期這種飛彈試射的情況底下 摩洛基督變成一種麻木了 沒有進行反應 所以這次會讓安倍這樣子的一種震驚 說這是一個特大事件 那麼日本要這個進行更強的反列 那麼跟這個川普通話通了四十分鐘 講說未來要怎麼做 所以從小路來的話 他以空間會時間擴大這個戰線 讓日本韓國都拉進來之後 那麼這個問題會更加複雜 那複雜對北韓好嗎 好 那製造更多敵人對他反而是好心 敵人這個一個 多個對他來講不愁 因為敵人多 那麼表示他的重要性 因為因為他的目的是在於逼迫 剛剛這個 而且敵人一多 他們就很難團結 對 彼此會制衡 因為彼此會制衡 因為彼此想像我怎麼樣來這個 或者我的最大安全 那換言之 某種程度 也是要逼迫美國正式 這個平衡這樣能力發展 那麼當這個七月份 八月份的時候 美國國務卿 美國國防部長 那麼在華爾街日報 發表一篇文章 那麼呼籲要跟北韓討論 那麼他們也提到很多 就是不改變北韓的政權 不會把軍隊開向三十八路線 以北 那麼也不會逼迫南北韓統一 那麼他們要用和平的方式 來跟北韓對話 那換言之這個外交手段 是美國現在採取的 但是美國都沒有在動作 美國現在目前面臨很多問題 現在休斯頓發生大水災 那衝浮又去震災 然後又發生這個白人主義者 在這個霞洛登 Fear的一個政策事件 所以他也必須管這個東西 所以某種程度 在這裡衝浮 忽然就忘掉北韓了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金針 就很聰明了 趕快就把這個美國的一個視角 又拉進來 不過楊老師你怎麼看待 這個事件會導致東北亞更大的緊張局勢 其實大家都不太認為會有戰爭 可是常常在沒有認為戰爭的時候 發動戰爭 我們來看看 各國怎麼回應 日本呢 首相安倍晉三 跟美國總統打了電話 打了四十分鐘的電話 不曉得是真的還假的啦 媒體說講了四十分鐘 哪有那麼多話好講 反應有二十分鐘 那也不容易啦 兩個人要講二十分鐘 那但是有一個共識 加強施壓 是要怎麼施壓 已經夠到頂了吧 但是他要怎麼加強施壓 南韓的反應呢 是最激烈 在今天上午九點半 五點五十八分射飛彈 九點半呢 總統文在寅下令 在臺北市 也就是南北韓邊境的 這個地方呢 實彈轟炸演習 四架F15戰鬥機丟了八枚的炸彈 俄羅斯說 你如果不要這樣 一直逼北韓也不會這樣 對不對 這是南韓跟美國 從八月開始 一直在舉行大規模的聯合軍演 一直刺激北韓 所以才會進行飛彈試射 因為從那個就是說 打起來買 從從這個飛彈的這個試射 你知道就是說 他現在是很清楚 他現在要把這個飛彈變成 他的戰略武器 我們知道說目前 到目前為止 世界各國被承認 就是說具有這種 洲際彈道飛彈的這個俱樂部 美國 俄羅斯 中國跟英國 法國 五個國家 現在呢 韓國 這個北韓 他是最 就是說 他在證明他的實力 他可以晉升到這個這個階段 他就具有在國際上重要的這種戰略的這個武器 那他那個金正恩 他比較就是說 在目前的這個局勢之下 他也是一個就是說善於利用衝突 去進行跟別人交涉的的一個國家領袖 那正好我去年有去那個北韓去訪問一趟 那你要從他的這個就是說內部的結構來看 他的內部結構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他還可以維持一個非常準確的 共產主義制度 是世界上唯一的共產主義制度 他的最重要的意識形態的控制 就是指控美國 還防守在三十八度線 破壞國家的統一 那這件事情呢 讓他不可能用和平的方式來處理 這種區域的這個這個這個問題 他必須要用衝突 不斷的衝突的情況下 可以激起所有對就是說 這個國內的這個 就是說非常強力的這個控制 那他在會在這個過程裡面去斟酌說 我在什麼時候要放多少力道 比方說有曾經他試射的時候 有試射沒有成功 那個時候就有人估計說 哇這個是很厲害 他如果萬一試射成功 會發生問題 那一次呢 剛好沒有試射成功 讓他呢 就是說達到同樣的效果 是但是呢 就是說並沒有真正試射威脅 也不會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別人會有過激的反應 這我想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大的背景 不過那我要請教朱老師跟那個校偉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 那今天這個動作 大概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也只會有三個反應 我這樣講也跟美講是一樣的 要嘛呢就是說他要什麼 我能給的就給他不管是解除某種東西的制裁 不管是說再從上談判桌 不管是說什麼東西在檯面上或檯面下的這樣子一個交換 要嘛呢就是他吵了給糖 要嘛呢就不甩他 要嘛呢就是我實在老子惹你太久了 就把你摧毀掉 那我在想說今天之後國際社會會採取什麼樣的策略 如果說一天到晚這個troublemaker是無法控制的話 國際社會還能容忍多久 如果不行的話又能怎麼辦 我們來看看今天國際的反應 北韓二十九號凌晨再度發射彈道飛彈 南韓空軍隨即進行實彈演習 自架F15K型戰鬥機 投下8枚MK84型常規炸彈 並精準命中目標 國防部也發布南韓三枚導彈命中海上目標的影片 展現反制北韓威脅的決心 南韓外交部二十九號下午重申 北韓屢次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終將自食惡果 北韓二十九號清晨六點左右 試射彈道飛彈 是今年第十四次試射 但卻是金正恩上台後 北韓導彈首次飛越日本本土上空 對日本而言 無疑是國防上的噩夢承制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痛批這是對日本安全前所未有的威脅 安倍與美國總統川普四十分鐘熱線後強調 川普百分百力挺日本捍衛國土安全的決心 北韓持續試射導彈 日韓股市二十九號開盤持續走地 不僅攪亂東北亞局勢 南邊的澳洲二十九號呼籲 嚴格執行聯合國安理會對北韓的制裁 也強調將與各方合作 盡快化解北韓飛彈危機 英國外相強森也在推特上譴責北韓挑釁試射行徑 儘管美日韓揚言要在聯合國安理會對北韓採取進一步制裁 持續施壓 但專家指出最關鍵的角色還是在中國 若北京當局不願意完全切斷對北韓的援助 就會持續進行試射 北韓問題專家 美國外加官雜誌資深編輯判達指出 如果北韓評估發現導彈飛越日本的代價 並非無法忍受 國境間將會看到更多類似的測試 東北亞局勢也將持續升高 記者居然先報導 所以下午就請教 如果我都已經把你的飛彈 飛過你家的那個上空的話 你還是拿我沒皮條 那國際社會不就一直被看笑話 這個問題就永遠無無止境地持續下去 因為其實當然北韓的問題 其實在整個東北亞局勢來講 他其實非常錯綜複雜 當然首先我覺得最近 以中國大陸的角度來說 他其實已經相當程度對西方 已經有有一個交代 也就是說之前中國大陸官媒有曾經講過 就是說今天如果是你日本跟美國率先攻打 那個北韓的話 那個就是北韓跟大陸之間的這個外交協定 就會生效 那他們就要出兵協助北韓 但是他另外也講到 如果今天是北韓率先挑釁 你先把飛彈打到人家關島 或打到哪裡的話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中國大陸基本上就要做中立 那其實長久以來 這個大陸大家總會覺得說 中國大陸對於控制北韓 這件事情來講 應該是最有利的一個角色 但是其實從這兩年的這個情況看起來的話 其實完全不是這樣 對於很多人都認為說 就是說這個今天北韓是在這個區域裡面這樣搞 一定是背後來自於中國大陸很多的這個協助 其實如果說我們今天光從彈道飛彈技術來看的話 大概我們現在可以很肯定的是 這個技術絕對來自俄羅斯而不是中國大陸 然後這個彈道飛彈 你不管他從從無水單開始做 然後做到現在的那個火星十二火星十四 或是他這次在那個那個就是五月月兵之中 他拿出來的兩款 就是型號不明的洲際彈道飛彈 大概你可以看到 他跟俄羅斯的洲際彈道飛彈血源 可以說非常的接近 然後甚至於最近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說由於中國大陸對那個北韓的這個施壓的這個加強 他們本來北韓在九月份要辦一個叫做圓山航空展 你真的不要覺得奇怪 北韓真的會辦航空展 去年辦過了這個反應還不錯 今年本來要辦 但是現在已經那個宣布就是不辦 因為沒有油了 因為你要辦航空展要燒很多油嘛 油已經沒有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說北那個中國大陸對北韓的這個那個施壓呢 有沒有效 我個人認為說不能完全說沒有效 但是我覺得國際社會現在能夠期望中國大陸能做 基本上做了 因為其實北韓在整個這個彈道飛彈技術 甚至核彈技術上面來講 我覺得他找到一個更有更更有更有更有利的靠山 也就是說其實也有人就會懷疑說 來這個這個北韓的飛彈的科技 一定是大陸給的嘛 其實我從就我瞭解 從一九七九年以後 對不對 基本上中國大陸就完全斷絕 這一部分對北韓的支援 因為很簡單 北韓做出來飛彈 不見得打到東京 但一定打到北京 你看之前的飛彈是不是這樣 所以哪一天 你說以這個北韓那個這個政權之反復無常 如果今天中國大陸全力支援 他的話對不對 哪一天被他反咬一口 真的不知道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可以看到近來 在就是整個那個世界各國的一系列的這個動作之下 我覺得對北韓的壓力是提升了 但是北韓絕對不會放棄 他現在不管是核武或是戰艘飛彈 因為那個利比亞的格達費的下場 給了金正恩最好的啟示 也就是說 他一定要能夠堅持他現在的先軍政治 然後要有實力 別人才不敢對他怎麼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現在所有在不管進行的各種試射也好 或甚至於這個未來的這個可能發生的核事也好 基本上來說他是走在一個就是chicken game的那個邊緣 也就是說他絕對是會把他的事做到最大 然後讓你以為他會怎麼樣 但事實上就在那個臨界點之前 他一定會收手 因為對他來講 今天中國大陸的官媒講的事情 就是說如果說今天是你北那個北韓率先挑釁 美國跟日本 然後導致你遭到攻擊 那對不起我中立 那就是你家的事 這個情況你說以今天美 美國跟那個日本還加上韓國的軍力 基本上如果說兩邊開戰 北韓的海軍跟空軍大概數小時內會被殲滅 然後比較麻煩的是北韓的這個百萬地面大軍 他這個部隊這個數量非常的可觀 其實中國大陸現在很緊張的一部分也在這裡 也就是說這個百萬那個地面部隊的這個動盪 如果你如果真的發生戰爭都往南邊走也好 那基本上中國大陸的這個力量就有可能進入北韓 把這個金正恩取而代之 是 但如果這個力量往北邊彈出去咧 那對中國大陸也是一件很頭痛的事 所以就是說中國大陸現在對北韓 可以說是非常的謹慎 而且可以說是甚至於有點擔心 他出亂子的一個邊緣 不過朱老師我要請教一下 現在或許有兩個成語可以形容國際社會 特別是美國的兩難 一個叫投鼠忌忌 如果今天要自己撥空 我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不是只有我 可能整個區域都要付出很慘痛的代價 第二個叫做養虎為患 我如果要插蜜 你現在一步一步核子彈頭越來越多 你的這個飛彈技術越來越成熟 到時候呢 我要付更大的代價 所以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我們來看看光今年二零一七年 金正恩就做了哪些事情 二月十二號試射新型的中車飛彈 北京新二型 三月六號朝日本海 射了四枚飛彈 三月十四號試射一枚飛彈 可以到關島四月五號 在川席會之前發了一枚彈道飛彈 調到日本海 四月十六號 四月二十八號 再來我們來往後看一下 五月十四 五月二一 五月二九 六月八號 都是射了北極星飛毛腿的 這個短程飛彈 七月四號呢 首次成功試射火星 十四型的洲際彈道飛彈 七月二十八號 再射這個改良型的火星 十四型 八月二十六號 射了三枚短程飛彈 那今天呢 就是朝東部海域跨過日本的上空 掉在北太平洋海域 這是他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而且頻率越來越高 但是我們來看看 這個最關鍵的 幾次核式飛彈的這個問題 你射飛彈 當然是區域的這個慘痛代價 可是如果你射的是核彈 那就是真的很大很大的災難 在零六年十月 零九年五月 一零一三年二月 一六年一月都成功的試射 或者是說核測試 這樣子一個展現能力 沒辦法 國際社會 其實剛剛講到中國的問題 我二零一三年的十二月 到首爾去開一個韓國外交部辦的一個閉門會議 那麼當時韓國外交部的東北亞局的局長 就公開告訴我們說 他剛從北京開完一個二加二的會議 兩國的國防跟外交 師長級的官員的對話 他就說 中國已經告訴他們 中國很清楚把朝核問題 跟朝中關係切割很清楚 朝核問題是國際多邊關係 那中朝關係是兩國的雙邊關係 所以他把它切割得很清楚 那中朝關係對中國是有利的 因為北韓的對外經貿投資百分之九十 依賴中國 那其實坦白講 中國在制裁北韓 他並不是很積極 很認真 因為他知道說他把北韓惹毛 北韓不再跟他交易 那損失的是中國 但是朝核問題是國際多邊關係 他就必須遵守國際的規範 是 所以中國很清楚把這兩個問題是切割開來 二零一三年二月的那個核子事報之後 中國就採這樣的態度 那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說各國就是說 在對面對北韓的時候 坦白講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麼處理 那川普要求習近平施壓施壓金正恩 但是習近平根本施壓不了 我不認為說中國可以在北韓問題 在對北韓發揮多大的影響力 那頂多是說OK遵照協定 就是進口 禁止進口你的礦產 那減少輸出口石油給北韓 但是實際上那個效果是有限的 我再講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今年八月初就這個月初 北韓通知在所有在平壤的外國大使館 跟外商 十號到月底會有很重大的事情 請你們盡可能離開 離開平壤 或是暫時 暫時離開出國 十號到月底 那後來才發現說 今天當然是一個重大的事件 是 那十號之後發生什麼事情呢 好像是十一號在平壤發動一個 幾十萬人的反美大示威 那當然在平壤之外 各地 包括圓山 東部的一個港 那邊也發動了示威 那在平壤參加的人 大家看到外面照片 幾乎全不是白襯衫 打紅領帶 但是臉上面無表情 因為是被動員來的嘛 大家心不甘情不怨嘛 那這是在平壤 那准外國記者信恩就拍了畫面 但是在圓山呢 因為是鄉下 地方 那大家就穿家居的服裝 但是就嚴格限制 不讓人家拍 所以北韓已經在月初 就已經講說十號到月底 我們沒辦法保障外國人在平壤的安全 所以請你們離開 暫時離開 這個 這個訊息 我覺得 當然大家都知道 反美示威是國內用 他是為了鼓舞國內的那個反美的情緒 但是對外國沒有任何影響 那但是人民 我想人民被動員來 也不是很心甘情願 在配合 所以看到每個人的表情 然後又必須要正裝 穿著白襯衫 打著紅領帶 這樣的情況 其實看得是有點好笑 但是這種對內用的那種策略 那加上對外的這樣子的飛彈 這樣子的 而且很有趣 我覺得他是不斷地換地方發射 這個很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已經從液態的燃料 發展到固態的 固態的燃料 那麼就是所謂的移動的發射臺 是 移動的發射臺 在北韓已經 基本上是可以做的 那移動發射臺 可以做了以後 下一個呢 就是更能夠移動的潛射飛彈 潛射導彈 潛艇發射 那就是更大的一個活動的空間 所以潛射導彈 那就又更難以捉摸了 所以北韓的未來的東西 真的是沒辦法 沒辦法預測 就不談 不論知識好不好看 那你不喜不喜歡是一回事 但是金正恩的政權看起來是穩得很 非常穩 對 因為我想經過三代 他民進有一個很嚴密的機制 那在北韓幾乎不可能發動政變 很難 國際也無法透過其他的策略 推翻金正恩政權 我覺得推翻他的話 你推翻他之後誰來接班 那是個問題 那我相信中國 南韓 甚至包括日本都不希望看到北韓政權被推翻 所以我們三不五時 就要看到北韓的問題又來了 北韓的問題又來了這樣子 可是我要請教一下何老師 這個事件最大的受害者應該是日本 但是反應最強的是南韓 日本在這件事情上 是刻意的保持低調嗎 當然事實上是北韓的核武威脅 其實也給這個安倍政權 有一個他在這個從他這個二零一二年上來之後 他一連串去推動這個整個日本的 這樣的一個防衛體制的一個改變 事實上這個等於是有一個這個這樣的一個外力 那包括這個他在這二加二會談裡面 他事實上也這個跟美國的提出要求 事實上以前智慧隊基本上他扮演的是一個這個盾的角色 他沒有矛的這個能力 他沒有攻擊能力 不過現在的這個智慧隊在未來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得到 他要把這個原本配備在神盾艦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這海基的這樣的一個標準三型飛彈 把他這個配備到陸基 然後這個換言之就是說 這個未來的一個日本 他會這個成為一個全方位的 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有這個等於是 攻守俱加的一個這部隊的一個國家 那所以這個這個整個這樣的一個北韓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基本上當然對日本來講 這是一個存在於他周邊的一個重大的安全的事態 但是我並不認為就是說日本這個 他不能夠去因應這樣的一個事態 那從從他的這個整個這個智慧隊的這個能 這個他的能力上來看的話 基本上我認為這個他是有能力去攔截 來自於北韓的這樣的一個對他所可能發射的這個任何的這個飛彈 安倍不會趁此機會再度擴大日本智慧隊的不管是所謂的他的一項要智慧的這個目的 而擴大到所謂的用攻擊來 其實他現在最主要就是要發展一個對敵基地攻擊能力 就先發智能的一個攻擊能力 但這裡面涉及到一個問題 就是未來一個智慧隊他是不是突破過去智慧這個 包括在現在日本的防衛白皮書裡面 還寫在那邊 不動如山的這所謂的專所防衛四個字 我想這安倍基本上他未來 我想這個他會尋求進一步的這個 讓日本智慧隊擺脫這個專所防衛的這樣的一個限制 但是如果根據美日新安保法 事實上他可以作為美國的某種程度的軍事後援 那如果美國要做 日本其實是在沒有國土被攻擊的情形下 就可以出兵 不過那個可能要看這樣的一個事態 因為這個日本基本上他過去有個周邊事態法 然後他現在這個把改成一個叫重要重要事態法 那重要事態法基本上當然他有一些條件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事態 基本上是對日本這個國家的一個存續 以及他人民的這個生命的安全會造成這危害 那基本上當然他可以啊 這個距離啊 這個去啟動整個這個智慧隊 他這個這個去這個參與這樣的一個所謂的 這個美日的聯合行動 我們再來看看國際社會如何面對北韓的 一再而三的飛彈危機 北韓七月初透過國營媒體 正式宣示火星十四型洲際彈道飛彈發射成功 擁有核彈頭與洲際飛彈的北韓 已經是堂堂的核武強國 而乾美飛彈從北韓西岸平安北道向東發射 陸入日本海的日本專屬經濟海域 韓美軍方初步認定北韓試射成功 七月底北韓在加碼試射改良過的火星十四型洲際彈道飛彈 聲稱全美都在射程範圍之內 而不滿美國總統川普頻頻放話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先前更揚言 將同時發射四枚火星十二型飛彈 攻擊關島周遭約三十到四十公里的海域 使得東北亞情勢更嫌緊繃 川普得知消息之後 也不甘示弱把話說得更狠 北韓在兩度試射洲級飛彈之後 八月遭到聯合國祭出史上最嚴厲的經濟制裁 北韓隨後也宣布暫停對關島的攻擊計畫 雙方緊繃的情勢一度緩和 不過由於美韓兩國正在進行一年一度的聯合軍演 北韓上週末又發射了三枚短程彈道飛彈 再加上今天凌晨通過日本北海道上空的彈道飛彈 再度造成北韓與其他國家間的緊張 所以王老師這兩個月來 我們就看到那個川普啦金正恩 嗆來嗆去 嗆來嗆去 嗆到後來金正恩就射了一枚飛彈 越過日本領空 那我想問的是說那這一輪是誰贏了 那之後會怎麼影響 我一直覺得這一次的這個從一六到一七年的整個北韓核武的這整個過程 像兩個人在玩遊戲 一個是川普 一個是這個金正恩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不可預測 因為兩個不可預測 碰在一起就變成可以預測了 因為他們都知道對方都是 而且都愛講大話 然後都會用恐嚇的方式 但是他又拿出真本事出來 說有能力可以恐嚇你 那麼美國也有能力恐嚇這個北韓 他有三個航母戰略軍過來 那一樣也可以威脅整個北韓 他的B1B可以帶這個核武 也可以去攻擊這個北韓 北韓很擔心這樣的問題 那八二十一號到八二三十一號的 這個已知自由戰事 這個年度演習 那麼南韓有將近五萬名阿兵哥 加上美國的三萬多名阿兵哥 在這個整個海域的貶系 對北韓的威脅來講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那我講的原因是在於說 我們我們都在看這個戲 但是我們都不了解這個戲 到底在會有什麼發展 所以整個國際社會 就不曉得怎麼處理這個議題 那所以從這角度來看的話 美國跟中國是兩個非常重要的國家 如果他們這兩個國家 不好好處理這個北韓議題的話 那麼這個北韓議題是 是無解的 因為以往北韓議題是中國主導 透過六萬會談 那麼請大家來討論 然後因為北韓是中國的小老弟 所以中國可以控制 某種程度可以穩定 這個金日成金正恩 到現在這個這個發展 是有一些變化 那麼那麼在今年的四月份的 這個海烏莊 海烏山莊的會議 那麼川普就跟習近平講說 這個北韓老弟你幫我教訓一下 那那個這個習近平當然為了維持一個穩定的後美中的新進大國關係 當然沒有說不要 但是也不是很激奇的 所以經過一個月 兩個月之後 五六月之後 那麼這個川普看到說 北韓還是這樣照樣式的飛彈 尤其剛剛看到七月份 兩次週間 發展飛彈 火星十字形的演練 他覺得中國沒有用力 所以歐老師你會覺得 也許未來五年 未來十年 整個東北亞 還是美國 中國 甚至加上俄羅斯 各自以北韓作為籌碼 然後呢 整個東北亞的局勢 就是用中國的話 叫做鬥而不破 類似 然後高度緊繃 但是不會打仗 然後永遠懸在那邊 一出爛戲 就無止盡的演下去這樣 ok 簡單來講 就是說從四月份開始 那中國是由 是從這個積極配合美國 共管北韓 到目前為止的 消極配合美國來 處理北韓議題 為什麼呢 因為川普一天到晚用推特 提到對北韓的觀點看法 一下子說要用火啊 怒火戰火來打北韓 一下子又說 北韓這個小老弟很不錯 一下子又說 習近平幫了很多忙 但是又說習近平幫了忙 但是沒有辦法成功 這樣一直在反覆 那麼上個禮拜 我們又看到美國總統 川普簽署三一一的 這個備方錄 準備進行對中國的 這個自衛財產權的這個開閘 就是要開始調查 那這個對中國來講的話 也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你要我來協助處理這個議題 結果你 你又在背後搞我 搞我 那這個另外一個 一點很重要 就是說中國很早就講說 處理北韓問題 中國的態度就是所謂的雙協議 跟雙暫停 所謂雙協議 就是北韓這個核武的這個停止的協議的討論談判 跟南北韓的這個安全和平的談判 跟這個北韓停止核武的試射 跟美國跟這個南韓的軍事演習 都要同時停止 他態度很清楚 但是美國一直不願意接受 不過看起來北韓問題要解決 還是真的真的很難 但是我們來看看另外一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已經叫做解決了 恐怕也不能這麼樂觀 但至少是一個好的訊息 我們來看看 這兩個月 其實很多人在網路上 有看到說中國跟印度的軍人 在海邊這樣子拿著石頭丟來出去 這是天大的笑話 可是笑話歸笑話 難道要拿槍嗎 拿了槍會怎麼樣 我們來看看這兩個月來呢 主要呢 其實那個邊境 本來就是高度爭議 爭議了幾十年 在洞朗這個地區 其實就是在西藏的另外一邊 然後呢靠近布丹 靠近印度的 這個很重要的敏感 其實也不是那麼繁榮的 這個地區呢 發生了所謂的軍事對峙 然後這兩個月來 一直加強兵力 一直加強兵力 靜音是什麼呢 就是在六月的時候 中國工程隊在洞朗這個地方 修道路 那布丹抗議 不但說這個地方是我的 要求中國停止 然後呢 在六月六號的時候 中國解放軍派出堆土機 然後摧毀兩座印度軍方 在洞朗的地下掩體 然後雙方就開始徵兵了 然後之後呢 在昨天八月二十八號 雙方達成同時撤軍的協議 這個撤軍協議呢 當然對於兩個月來的對峙呢 是一個正面的訊息 可是未來呢 我們來看看最新的情形 中國和印度外交部在二十八號 分別證實印度撤出了 在爭議邊界動廊的部隊和設備 結束了雙方超過兩個多月的 地面兵力對峙 中國外交部表示 中國會依照已經出現變化的現況 進行必要的兵力調整與部署 我們認為呢 雙方通過外交努力 和平解決這一事件 符合雙方的利益 也彰顯了中方作為負責任大國 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誠意和態度 而印度外交部則是表示 雙方同意加速地面部隊的撤離 但是印度陸軍參謀長表示 兩國對於邊界持有不同認知 邊界紛爭預料未來還會繼續發生 拉瓦特表示 中國藉由軍事和經濟力量擴大影響力 印度必須感到憂心 而中國也和巴基斯坦建立經濟走廊 直接穿越克什米爾侵犯印度主權 然而克什米爾也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 紛爭地區 雙方各自宣稱具有主權 9月3日金磚五國高峰會即將舉行 與會國家除了中國和印度 還包括巴西、俄羅斯和南非 印度總理莫迪預料將出席這場 在福建廈門舉行的峰會 和東道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 雙方撤軍也為兩國領導人 創造友好氣氛 今年6月16日 印度出兵阻止中國在洞朗地區建築道路 兩國開始並立對峙 是中印數十年來最嚴重的邊界紛爭 學者表示中印如果能設立結束邊界對峙的機制 對兩國都有長期的利益 記者林建成整理報導 各位楊老師 看起來中國除了跟臺灣關係變得比較不好以外 跟南海的關係也除了不好 然後跟南亞印度的關係恐怕是更緊張 怎麼會搞成這樣子呢 跟印度 這一次的這個測兵應該是就是說大家心裡有數 因為這個金鑽會議 這個中國準備很久 所以你不可能在就是說在這種國際會議 中國做東道主的情況下 兩國有這麼強烈的對峙 所以開完會之後再來對峙 就是說至少就是說這件事情 現在這樣的解決方式是可以預料 在事先已經就是說做了很多的 那我請教那塊土地到底是誰的 他這個他這個土地其實是就是說不擔 不擔跟中國的這個邊境問題 其實一般人家在講那個中印邊界的這個 這個領土問題 有所謂的東段西段 當然還有中段 但是最嚴重的就是東邊跟西邊 那這個現在講的這個東邊這邊的問題 主要是跟就是說習金幫跟這個布丹 還有這個中國西藏這個地方的交界 這個地方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更深層的因素 大概至少有兩個因素 要把它拉進來考慮 就長期的因素 第一個就是說 印度對於西藏的看法 過去他從來不承認 中國對西藏是有主權的 那麼後來呢 是這個情況一直發展到最近 二零一三年的時候 他就說妥協了 就是這個互相互相承認 就是說你承認我就是擁有這個習金 這個地方 我呢承認你擁有這個這個西藏 這個地方 暫時是這樣 可是呢 實際上他的聲明是寫得很清楚 他並沒有真正承認說 他是就是說他只是認知這樣的情況 所以在大部分的那個印度的這個 這個整個那個傳統的概念裡面 他基本上是認為就是說西藏 還有就是說包括這個布丹 尼泊爾這些國家 應該是作為中國跟印度之間重要的緩衝 是這個是那在這個緩衝裡面 其他的全部都讓這個中國佔盡優勢 唯有布丹是到目前為止 還是跟印度就是說算是最印度可以控制的 印度基本上掌握了不丹的這個外交方面的那個政策 所以當現在有邊界上的爭議的時候 那印度他一定是會出面去做這件事情 一定會出面去主張說 那這個爭議的地方 他必須要把立場站穩 但是呢又不想開戰 以目前的這個大國關係來講 他不想跟中國為難 所以到最後就變成對峙的狀態 那下午我要請教你 我們來看看 其實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經發生 中印的邊境戰爭 會不會有第二次 中印是不是真的必須一戰 我們來看看這是一九六二年 五十幾年前 十月的時候 在阿克賽清藏南地區 發生的中印邊境戰爭 那其實歷史很多 一下子是歸印度館的 一下子是歸西藏 那一下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又把西藏進去 然後武力把他佔領 然後又說這一塊是中國的 所以這歷史呢 一下子有 一下子沒有 這個爭議很大很大 重點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重點是在於一九六二年的時候呢 十月二十號 中印邊境戰爭爆發 兩邊死傷其實都還蠻多人的 然後呢 重點是 中國某種程度應該算打贏 但是打贏之後他退軍 所以那塊地呢 又被印度佔走了 那我想問的是說 第二次中印邊境戰爭 是在發生邊緣 還是根本不可能 我個人覺得以現在的 國際的情勢來講 你要說第二次中印戰爭 再爆發的話 我只能說難度會越來越高 因為畢竟第一 當然你可以看到 這個大陸近幾年來 他比較具有戰略 這個宏觀的這個計畫 包括一帶一路 特別是一路 那這個一路 如果今天要推行成功的話 其實大陸仰仗 或者說是大陸要能夠讓得到印度的這個配合的部分 其實相當的大 因為大陸的一路的部分 其實他說是海上絲綢之路 但其實嚴格來講 根本就是大陸海上生命線 石油生命線 也就是說這條經過南中國海 然後再經過這個 那個安達曼海 然後橫越整個印度洋 然後到這個阿拉伯海 跟非洲東南這條線 其實對印度來講 他從中間給你咔嚓掉 對印度來說是很容易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那你說既然中國大陸理解到 它的戰略脆弱度 它的柔軟的下腹部對不對 是在印度的眼皮底下 那你覺得 它會為了一些事情小事 小不忍就亂大謀嗎 所以我個人覺得 未來兩邊要真正爆發 邊界衝突的可能性 的確是不會再像過去那樣的大 那你當然說 邊界像這樣這個小摩擦之間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次的 結婚到現在 咱們動不動就吃外面的 那現在給我來包餃子吧 你等一下 應該是十萬塊沒有錯 如果我黑村嫌的女兒 絕對不用看見我下去 你這個死亡是哪 哪有在這一個死店 才會不會走 王 姑 什麼 你喔 我給阿春 拜託 我們這不是訓練 你真是虐待 你老闆跟老闆女兒 老闆都跑了 阿嬤這麼難溝通 與其要說服她 我還不自己來比較快 拜託你啦 太太 我今天就說要進來看過 拜託啦 啊 啊 啊 太太 太太立刻落了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拿什麼來